许三观卖学记 也是你最喜欢的书之一吧 我的六部长篇 我都认为 许三观 我觉得这几本书 我喜欢读的是 兄弟 许三观 活着 细语 这四本是我最喜欢读的 但非常可惜 你的第七天你比较喜欢 但是我没读过 可能是错的比较晚 当时我天天忙着赚钱 那个时候是你最辛苦的时候 对 我看见钱 我根本就不想读书了 那个时候 我再告诉大家一下 除了读书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说 因为你上班路上 如果有的时候 拿本书比较重的话 就是这个 有的平台上 有这些书的朗读版的 可以听 我不送哪个平台 可以听 对 有个平台上 录得还非常不错 就是 生情并茂 男生有男生读 女生有女生 生闻 对 所以就是 像兄弟这本书 你看我前两天重新读 但是我在外面出差 在飞机上 在火车上 汽车上 要读书的话 就有点累 而且这个书很重 对 我就是一半是读完的 一半是听完的 对 所以我就是听读 无缝切换 对 这个 你给大家 你不能老让我帮你买书吧 你这是 网友想说 我又不缺钱 一句话来推销自己的作品 比如说兄弟 您要是 一句话推销 一句话推销一本书 许三观卖学记 为什么要买 为什么要买你的书 不去卖学 或者说 为什么要卖了学买你的书 许三观卖学记 马上就要出新版了 这个已经新版了吧 这个也是新版 对 但是可能又要出新版了 这为什么要细语呢 我没看到要细语 一句话推荐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推荐 就是他们两个人最终 哪怕是 就是我 就是你们前面 天翻地覆 凯尔康了 还是兄弟 然后宋刚说的 生离死别的 还是兄弟 就只能这么一句话 对 因为他们两个人最终 哪怕生死两别了 他们的情感没有变 就他们对对方的情感 一点都没有变 一直没有变 这次是因为女人发生了分歧 最后还是感情深入 对 情感还是一点没有变 我的感觉是 兄弟情意超过了男女情感 对 是的 对 这个非常好 再问你一个敏感的问题 你觉得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你认为慕言和你 哪一个会在历史上 在老百姓心目之间 流出的时间更长一点 你这么巧不理尖吗 你跟慕言还同一个宿舍过 你对慕言得到那么不要讲 你妒忌吗 我在晚上第一时间 我就给他发了一个短信 发了一个由衷的祝贺他的短信 我为他获奖感到高兴 我相信慕言会 别的作家会这样说他信不信 我不知道 但是我这样说他肯定相信 因为我们两个人 互相之间太了解对方了 而且我们两个人 还有一点 我们两个人都互相欣赏 我们的关系是这样的 然后慕言得落枪 当之无愧 真的是那个当之无愧 你心中想的是 为什么不是我是吧 我觉得应该是他 对应该是他 对那个慕言 而且当时我们两个人 住一个宿舍的时候 我真没有想到 我们现在会变成同事 但是你们当时 已经都在写小说了 对但是没有想到 我们后来会在北四大会合 就是这个同事 但是他是我的领导的 他是那个 现在还算你的领导吗 他是我们北四大国际协作中心的主任 但是他是我有工作以来 遇到的一个最昏庸的领导 对 那你觉得 啥都不管 什么都不知道 你觉得现在大众有的时候 对慕言的作品有不同的评价 你觉得有些评价是出于 对慕言的妒忌 还是说是因为什么原因 有妒忌的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对慕言的不理解 不理解 就是那些人要想 有些人对慕言的那些 而且把慕言的话又摘出来片面的去说 因为话他是有上下文的 对 他是有那个 而且他是在一个什么场合说的 他在另外的场合也可能说过另外的话 但是你这个段章 对慕言的一种很多都是那个段章取义的这种 有人对你的文字段章取义过吗 多了去 兄弟我觉得比较段章取义都比较多 多了去 有人还会把它描述成为一本黄什么小说 对 太多了 比如说是当时兄弟刚刚开始出版的时候 说是前面八十页写屁股 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如果我是八十页写屁股的话 我觉得我是詹姆斯乔伊斯了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写那么长的屁股 你就认了吧 你就算是James Joyce也不错 我觉得 我没有那个能力 就是你八十页全写一个东西 你说你哪有那个能力去写那个 我怎么觉得神本书都是那两个字 这是出现的多了一点 确实出现的那个多了一点 然后那个 当然里面也有一些问题 这个确实也是 因为就跟老玉说的李光头 他如果他是有他的毛病 他的缺点 所以这个人物作家也一样 一部优秀的作品 如果肯定都有缺点 如果你把那个缺点改掉了 一点也没了 就没了 一点跟缺点是紧密相连的 这个就一个前面的两面 你把一个人的缺点改掉了 对 那他的优点也就不存在了 没有意义了 那我问问你 你现在面向大众的都是你的优点 什么幽默啊 写得说很好啊 没有 我不幽默 你幽默啊 不幽默 大家都觉得你是断子手 没有 网上有好多专门挤了你的断子 那一次 其实我在生活中 我不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 对 这个我也发现了 对 但是我想问问你的事 既然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 必须同样突出 那我问问你 你的缺点在哪呢 你认为你个人人心中间 你的个性中间 你的缺点在哪 就李光涛的优点和缺点特别明显 那你的优点和缺点明显吗 你觉得 也很明显 我的缺点是 要好好想一下 优点我也要好好想一下 批评与自我批评 我发现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你不是在那个时代长出来的吗 对 但是我后来发现 假如你没有一个任务的话 你去做自我批评是很难的 好像 你发现没有 过去的话肯定会找自己的 你现在爸爸当领导 领导要求你自我批评 我的缺点就是 我领导我特别不喜欢上班 现在根本就不需要你上班了 对 不想造就完午 对 不想上班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缺点造就了我的优点 就让我写小说了 对 你有没有那种 就是说半年根本就什么都不想写 突然就有两个月蒙写 写到最后就是一起风发的一种传统 作为作家 我不是这样 我是细水长流 莫言是这样 莫言是这样的 莫言是经常是背着一个包 提着一个箱子 回高密去了 两个月回来 一不四十万的长篇回来了 让我都很嫉妒 你知道吗 因为他怎么写那么快 所以我跟他说 我说你是短痛 我是长痛 他就是要不就不写 一写就是用两个月发拉发拉就写出来了 他基本上能够每天 因为我印象很深 是我在北京家里边写 那个雪山关卖雪记的时候 莫言在高密写他的风乳肥臀 那个时候我们差不多半个月 或者是一个多星期 我们会通一个电话 然后聊聊天 我记得有一次给他打电话 半天不接 拿起电话来气喘气气 我说干嘛 他在院子里跑步 因为写不动了 体力不值了 他需要在院子里边跑步 听到电话铃响 然后再进来接 那段时候 那你有没有跟我写 想说写到最关键时刻 兴奋的时候就不睡觉了 一直写下去 有 因为睡了第二天 可能思路就中断了 是吧 对 因为年轻的时候还好 因为为什么 一般写作就是什么样的 是属于最困难的是什么 是今天写完停下了 明天再继续往下写的时候 那个情绪 你的续上 然后那个时候你可能写一句 画掉一句 写一句 现在是删掉 电脑里边相对比较容易了 但是在当时的时候 你还得要换一张纸 什么之类之类的 然后慢慢突然感觉到了 有的时候要逼好长时间 再出来那感觉 对 所以那时候确实很需要体力 很可能前面的一个多小时 你都在写废话 对 等到你后面的一两个小时过了以后 突然感觉来了以后 你的体力还得保证 免量已经开始减少了 两三个小时 年轻的时候还可以再保持两三个小时 现在不行了 所以现在我就学海绵位的方式了 因为知道明天要写什么了 在这个地方就不写了 哪怕我还能往下写 我也不写了 否则写下去就停不下来了 对 不是 写到我知道 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写的时候 明天可能就续不上了 所以我现在尽量用这样的方式 来让我就是节省自己的体力 对 你认为你未来就是说 用你的后面的必胜尽力 现在不少朋友在说 余华老师也已经老了 你承认吗 当然了 我们都只能认 因为我们白头发都上头了 是吧 这是我想问的是用你 因为曹雪晶写小说的时候 写《红楼盟》的时候 应该也是在五六十岁以后了 对 因为他不到六十岁左右 应该也不知道 我对曹雪晶什么时候 去世的我不太知道 他的年龄是什么 因为这也是一个明显的 对 但是 现在是不是他写的都还有争议的 还有很多争议 但是活着肯定是你写的 不用说 但是我想问的是 从现在开始 我们以六十岁左右这个年龄 比如说你能写到八十岁 你认为你还能写出 超越你现在的所有小说的作品来吗 我已经不这么想了 我就是能够写出我现在小说的平均线的水平就够了 那平均水平就已经很高了 确实也不容易了 你有没有构思过面对就纯粹改革开放这四十多年 以这个时代为背景 就不再把过去牵扯过来了 就以这个时代为背景 就像你刚才讲的 就是说去写这一代人 就是说的成长经历 他们已经出生在了 比如说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 到现在差不多是四十多岁这个年龄的 这一代人的人物 对他们的精神经历 他们的成长历史 你还有了解吗 还是已经不想再去了解了 因为我觉得那个作家 他最重要的一点是 他应该首先要保持一种好奇心 他应该对什么都应该要去了解 因为如果他没有好奇心的话 他的写作可能也就结束了 对 所以那你现在对于这个时代的 这个年轻人就说 80后90后 非常关心他们 对他们了解 有一把朋友跟他们在一起 如果你缺少的 可以给你介绍一大方 可以 我这特别多 下次吃饭时候带上 我天天跟年轻人打交道 今天就有好几个 对 但是要深落到他们的内心世界 才能写出对他们 对他们那个想法 跟我们那个时代 我们这一代人 我发现每一个时代人 他们的想法 真的是不一样 每一代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那除了写作 你人生中间 我知道你喜欢看球 对 我很喜欢看电影 对 看视频 对 这些东西还在保留吗 保留 我发现你对NBA的球员 三十年鲁鼠家争 从乔丹开始 对 从乔丹开始鲁鼠家争 到柯比 那里伯德 对 因为我是足球是1982年开始的 篮球应该是90年代了 就是当年第一支孟姿队 应该是巴塞罗纳奥运会吧 就是第一个孟姿队 我看到我是篮球是这么打的 像表演战一样感觉 对 所以我来跟你说 莫严的写作就有点像篮球 为什么呢 进球特别容易 因为他进入状态快 我那个写作有点像足球 90分钟过去了还是0比0 这个是不是意味着 这个是意味着小学毕业的作家 比高中毕业的 他是一个作家的写作方案 莫严真的是太像篮球了 48分钟完了以后 已经两个队加起来 已经200多分了 我90分钟还是0 女生踢足球 对 我突然想到我们两个人的区别了 对 那这个就是看这种球赛 就是说 是不是对你写作的本身 一种反向放这种实际上是 为了清空脑子中间 想的太多的东西 对 其实是为了对自己的辛苦工作的一种仇谢 因为突然想象到明天要有一场很精彩的比赛 今天应该好好工作了 如果明天没有比赛 今天是不是出去吃个饭 我发现就是因为后面有一个什么奖赏 在后面就跟着会激励你 就是把现在的工作做得更好 驴子前面的胡萝卜 对 没错 那看电影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种概念 看电影是 我是这样的 就是我是因为睡不着觉 然后又不想看书了 觉得看书又累了 你到电影园去看电影吗 我在家里看 在家里看 我看了 新的电影出来 比如说某部电影突然爆发了 比如说像这个 不管送你一朵小红花这样的 你会去看吗 电影园会去吗 我没有 我基本上 李幻音你不会去看这种 我很少去电影院看 因为我觉得那张电影票太贵了 难怪你要买书 大家赶快要买佑华老师的书 他连电影票都买不起 贾张科的电影我会去电影院看 因为我觉得贾张科的电影 要值得去电影院看 贾张科电影在电影院放的不多 对 应该支持他 而且我们是全家去看 所以 而且因为我比较欣赏他的一个原因是 他一直在他的一个水准线 起码没有掉下来 是 所以我觉得 他也是跟你一样有水平线的人 对 他的电影不像某些人的 就霍山霍下 对 霍山霍下 对 所以 然后 但是我在 我看电影 我基本上看的都是那种好看的电影 最多的电影你看过多少遍 野草莓看了好多遍是吧 没有 最多的电影是谁 野草莓我看过三遍 不是最多 最多是意大利的导演 莱翁内 就是美国网市的导演 他的那个西部片我看了 我看了我估计最多的那篇 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标课 三个标课 我大概每部都看了七八遍 对 过了点时间要看一遍 过了点时间要看一遍 包括那个西部网市 我在七八看了五遍以上 现在 你的业余生活是怎样的 业余生活 还跟人打牌什么的吗 没有 喝酒喝茶肯定的 我在网上跟人下围棋 也围棋 对 下围棋 对 平时跟朋友们这种应酬 吃饭 聊天 也不少 这种聊天是出于一种 生活的需要 还是说出于写作的需要 还是说是 就是觉得到这个年龄 就该吃吃该喝喝了 比如说因为我知道 作家 他有这样的动力 去跟不同的人认识以后 对 了解他们的个性行为 人生轨迹 也许能变成你小时候中间的某个人物 没有那么 我有资格变成你小时候中的某个人物吗 你把你写出来很难 对 我这么难写吗 因为你比李光东还复杂 也比李光东更加平庸 不 你那个 我觉得就是那个 跟朋友们一起吃饭 因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的 然后没有那么的那个没有那么的那个实际就是去跟他们吃饭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些什么 但是确实能够我就通过一些聊天啊 你能够多了解就是我所不熟悉的某些领域里边的一些事情 然后呢我了解 哦 原来是这样的 因为 那个 对中国社会的那个了解 其实是 在很大程度上 你是靠 倾听去了解的 听一些人说 你才能够真正的那个 那个知道的 而且说的那些人是 比如老鱼你跟我说那些事情我是信任的 但是网上那些人有好多是瞎说的你是不能信的 对 是的 是吗 所以呢 我觉得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在那么那么多年来 当面的交流对了解现实更加有帮助 对对对 然后他的他讲他的故事 包括那个这个兄弟里边写到那个李光头那个到日本去倒卖垃圾西装的时候 那个那个完了以后要去酒吧 这个实际上是真实情况 因为当时咱们南方的第一批西装就是被倒卖过来的 你里面是谁家的 你里面是谁家的 我不记得了 我里面好像没有谁家的 我当时发现那个垃圾上里面有一个家庭的名字 后来我遇到我的日本翻译那个范中荣 我说你把你的心上打开给你看 你看范中 两个字 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就是里边不是那个李光头说是要去那个 要去那个 那个 酒吧吗 对 结果他也不会说日语酒吧 所以他写了两个阿拉伯数字 酒吧 然后他说日本人没文化 说是那个连酒酒阿拉伯是酒和八都不是不认识 他说酒吧家庭不就是酒吧吗 他说他认为他们没文化 真是 是真是是吧 是有一个朋友告诉我 我认为你是编出来的 没有没有 真的 真的 我的一个朋友后来还来向我要那个版税呢 我说我还没跟你收广告费呢 你说什么 他的他当时他在做房地产 他的一个手下的一个人 一个有点没什么 但是监控这样的人挣了钱了 到日本去旅游 去旅游 然后他想找酒吧 他不知道酒吧怎么说 所以在手信上写着酒和八两个字 你知道吗 两个阿拉伯数字 看别人看 那么每一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 我想我刚才我有一个特别好的问题 我先把这个一个 刚才有人在问 这个今天卖的书是真的吗 你能相信余华老师自己卖盗版书吗 真版 这也有可能 为了能多赚点钱 绝对百分之百是真版的 是吧 像这种我们到了这个年龄 事业心其实还没削减 但是体力已经更不上了 你说有办法吗 有没有 就要想象 就像我刚才找到了 因为你年轻的时候 我认为海明卫 海明卫 你别的海明是胡扯 不需要 但是年纪大了以后发现 他说的是对的 就是需要他了 就好比现在 比如我们说到NBA一样的 你说 罗斯 就原来公牛队的罗斯 多好的一个球员 但是他的打球的方式太暴力了 就是猛扣 就是那种最后膝盖 才有问题 所以你看像乔丹跟柯比 他们就很会知道什么时候扣篮 什么时候能上篮情况下 他们是不扣篮的 他们不是为了表演 他们是为了赢球 所以他们能够延长他们体育的生命 所以他们会成为传奇巨星 巨星之外还有一个叫传奇巨星 所以他们能够成为这样的人 勒布朗在某时都已经38岁了 当然除了他自己生活中的节制 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每天那种训练量 以及吃什么东西 因为饮食也很重要 38岁了 他现在打球也就是30岁左右的那种状态 所以我觉得能够找到一个方法 我的方法就是现在就是尽可能让自己睡多 并且尽可能让自己每天运动更加充分一点 并且饮食上调配的更加符合身体健康一点 我也许我就能让心情开朗 让自己就说 放不下的事情现在能放下了 原来放不下的 放不下的执着能放下了 放不下的就是好生心 现在我是放下了 或者说是大帮帮下了 你现在这种 你怎么样让自己 就是你刚才说的像 就是更加寿命更加长的运动员一样 通过各种各样的条理 让自己的血度寿命 身体健康 头脑思维活力变得更加长久 你现在有一系列的方法去做吗 这样的事情 当然第一个就是要 一定要是要锻炼身体 因为你这个玩意要支持体力劳动 那个身体撑不住的时候 你真 其实血做是个超级体力 特别累 所以你得刚刚兴奋感来了 然后又没了 因为体力不行 人就疲倦了 然后又没有了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要注意 像你是保持的很好 注意饮食 然后保证体力 然后最重要的是一点 要睡一个好觉 因为对我来说写作 你睡觉怎么样 我现在主要靠安眠药 很大不起 因为我长期以来睡眠 不好 那不行 虽然要对脑子的思维活跃性是有伤害的 那也比睡不着就好 因为你本身也不需要有太强的时间管控意识 像我早上大点钟就起来开会 我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睡眠时间短 睡三四个小时就醒来了 然后你还得再耗个四五个小时 那四五个小时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不能看书也不能做别的 再耗耗耗耗耗 再睡个两三个小时 然后好像这一天 那还比较痛苦 所以我现在就吃一种苏勒安定这样的药以后 我就能够一口气睡六到七个小时 有没有试过晚上睡觉之前喝杯红酒什么的就睡着了 我什么都喝 红酒卫士可以 卡木我也尝了 卡木真好喝 是吧 真好你可以再给我喝 我也可以喝喝 我还没喝过 你自己还没喝 很好 非常好 我想让你再送我一瓶的 大家拿你终于一条理 终于一条理是什么 你也没有想过请个人给你按摩 直到按摩你睡到为止 反正你老婆做不了这事 对 我觉得其实睡觉还是需要 对我来说 但苏勒安定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过一段时间就 要加量 不是 没有了 但是停三个月 这个我可以告诉网友们 如果你们要吃安眠药的话 这个安眠药没效果以后 净活在那 我以为在这 真是不专业 不能说要 不能说要 我问你 再问一个八卦问题 四美你选哪美 美食 美景 美女 美文 就是让你把时间花在这四个方面 美文就是你读别人的好文章 美文是吧 美食美景美女 那现在肯定是美食 肯定是美食 对美女已经不感兴趣 年轻的时候有兴趣 现在肯定没兴趣 那你还写啥小说 美食也很好 美食我也感兴趣 没有 我现在我看到一个很好的姑娘以后 我就脑子里面第一个反应是能不能成为我儿子的女朋友 已经是这样的想法了 你知道吗 儿子多大了 29岁了 已经29岁了 还没找到女朋友 我不知道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对 但是我的反应是这样的一个反应 美景 你喜欢旅行吗 不多 旅行以前多 现在大家多爽了 旅行还是有点累 我就觉得 还是喜欢在书房写作 对 但是旅行也非常好 因为我想17年的时候 我跟我老婆两个人 我太太 我们去意大利 我们走了好多地方 对 你看你刚才说要为儿子找女朋友 这很多人说我可以 我可以 今天说不定这个直播最大的成果是 为儿子找女朋友 变成相亲节目了 我是当时是去了意大利 大概有二十来个 不是 十多 近二十个地方的演讲 每一个地方大概就三天 或者短期的时候就两天 哇 过得特别充实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想带我太太出去玩一玩 因为我们又不像你这样会说外国话 没没 下次你可以带我 同声传言 帮你做 你招待我美食 所以那一次 那一次的意大利旅行 因为我意大利去过那么多次 那次旅行 是让我 我觉得跟我老婆说 对我来说都是特别美好的事 去了好多好多 好多好多那个好的地方 那次印象太深刻了 对 太好了 那个 我们美女 我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到 太已经比你搞失业了 没关系 我要继续买 我发现我卖 我卖书能力 完全没有办法跟董宇会相比 大家难道里 这点面试都不给我吗 而且余华老师现在靠这个书过日子 你要知道 是吧 请大家没有读过兄弟的 一定要买这读一下 当然最好18岁以上的人再读 这个兄弟 今天余华老师主卖的是兄弟 背后讲述的兄弟情谊 在两个时代中间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和坚守 我觉得我介绍你的小厨通常不算太触格 是吧 我介绍还是比较对的 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买 这个否则的话 我明天就被董宇会开除了 你要知道 这个是个大问题 要不就是他开除我 要不就是我开除他 大家买一下兄弟 还有呢 今天刚刚活着呢 反正那边小董已经 董宇会帮你卖了20万本的活着了 看来大家都是不想当兄弟 只想活着 这个除了呢 还有这个新出的余华老师的书 文成也是值得一读的 写了这个清朝末期的时候的 一个传奇故事 清末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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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目清楚吧 明目清楚 糊涂了 对 这个男女之间 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传奇故事 可以这么说吧 可以这么说 随着这个余华老师的年龄的真假 他的心变得日益的柔软 就是他把悲剧写成了一个 这个就是悲剧中间包含了完美极举的剧 在某种意义上 是吧 我不知道 就是 连把人物的这个死亡 都描写得那么有示意和温柔 两个人在雪地中间被冰冻成了美好的雕塑 传奇嘛 对传奇 对吧 你看你的说我真读过 我不读过 我没法这么介绍的 是不是 对 我比较喜欢的一本 许三观卖雪记 这个也是 就是说写了家庭的温情 和带来的这种家庭中间 就是说在生活中间 带来的这个某种苦难 是吧 为了孩子自己不断的卖雪 到最后 我觉得那老鱼是个周游 什么周游 那个周游 就是兄弟里面的周游 周游 兄弟里的周游 我可比他厉害 周游最后也就是卖了点假的 这个 是吧 那些东西而已 我可是 我可是卖知识和文化的 对 周游这个形象也挺饱满的 对 也挺饱满的 很好玩 很好玩 对吧 这个许三观稀里糊涂 他的老婆更别认识了一个孩子 最后因为孩子生病了 所以不断卖雪的旧孩子 我觉得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形象 老爷读书读得真多 因为一听就知道是真读过的 其实我都是看姐姐 你看我帮你卖书不遗余力你知道吗 这无论如何要请我喝三顿大酒 准备好了 大家赶快买 不买的话 我觉得我都卖不过董宇辉 真是实在是太丢脸了 你卖不过它是正常的 你卖过它才是不正常的 时代已经不属于我们了 我们老了 没有啥吸引力了 对 时代已经不属于我们了 好下面我们 你还有啥要交流的吗 不知道 还说已经是加龙 重启 还是加龙财经了已经就算了 那个重启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了 没有了是吗 你要追尾吗 我们现在 1800多万人 路过了这儿 他们是来看热闹的 很少有人买书 现在我们路过了 已经是1826万人 路过 路过跟路过什么意思 路过有的人上来 一看你不顺眼就走了 对 今天主要是看你不顺眼 大家就走了 不过还有一些人 可能因为工作原因离开的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网络直播的特点 不管你都有魅力 大家都会上上下下 就是来了看一会儿 他们就到别的平台那儿去看 他们现在看好几个平台 我们在这儿 那边他们还在看着 东方征选的东宇回来回来折腾 所以一会儿说那边说什么了 一会儿说这边说什么了 来回跑 就是现代人的特点 对 从头到尾看我们结束的也有 但是就是就不会那么多了 那个像我们不也是这样的吗 这不就看看那边看看 对啊 对啊一样的 对啊 就是所谓的在大肩上东张西网 就是这个概念 对对对 现在大家是在网络上东张西网 对对 是吧 今天要感谢抖音的支持 没有抖音的支持呢 我们今天可能会到2800万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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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还有什么要对网友说的 毕竟现在同期在下要七八万人 我不知道 我觉得已经好像 说的挺多了 他们都已经烦了 反正好长时间没这么多人气了 对 总算有这么多人气了 不容易 那么多人因为工作离开了一下 晚上他们也不工作 没有 现在上夜班的人多 晚上主要跟你一样刷短视频 最后再继续宣传一下 大家赶紧买一下 仪华老师的兄弟 今天不买的话 明天就只能买倒摆了 重新那么多的问题都还没问 就被人 赶快问他 我们没你过好意思 今天我好像 后来有点抢镜头了 我实在是 主要是不想让你抢了我的风光 最后我再卖一下书 兄弟的这本书 大家赶快买一下 最好是18岁以上的人群阅读 还有活着反正已经卖了很多了 光新的网的平台已经卖了20多万本了 还有许三观卖学记 文成还有在细域中呼喊 我知道没有细域中呼喊 好像第七天也在上面 那你要不要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七天 我其实要让一个作者来介绍自己的书是最难的 反正也不记得写了什么了 记得还记得 但是确实是最困难的 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介绍 我后来开始发现有职业特性的 苏彤在介绍自己的作品的时候 说得很清楚 为什么呢 他做过好多年的文学编辑 所以他知道要点在哪里 像我这样的没有做过编辑的人 我抓不住要点 东拉西纯比较容易 所以我一代介绍以后 就没人买了 就会感觉到好像把我的书越说越差了 我已经发现你这个取向了 所以你自己写的说最好你别介绍 对不能介绍 要让作者自己来介绍 那大家网友我们就自己买吧 反正第七天以后还有第八天 没有问题 好下面我们请主持人正式回到正常轨道来结尾 结尾就是祝大家拥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我觉得今天讲 这两位老师已经讲得非常透彻 问了很多 就是我这个已经没有什么用场 主老师我比较着急结束 结束以后 余华老师答应跟我喝酒了 那我们现在就收尾吧 希望大家就是觉得今天好玩有趣 然后就像余敏黄老师一直说的 希望大家能去看这本书 希望大家周末愉快 好 再次 好了 周末愉快 再继续说 说完以后我再收个尾 我就说完了 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 我们希望尽快的再次 除了读余华老师的经典小说以外 我们希望未来还能够读到更多的 余华老师的新的优秀的 可以传世的作品 我也相信余华老师 还是能够写出这样的书来的 实在不行的话 我跟你一起写 我作为你把我写成主角就行了 写成一个复杂的不靠谱的主角 我觉得我给你提供 提供叫做什么模特 这个也感谢我们这么多网友 现在还有在上面这么多 总共1900万人几年 1900万人路过之后来看余华老师 另外余华老师不那么耐看 但是余华老师的书还是比较耐读的 他的这几本重要的小说 我基本上都读了两遍 有的甚至还读了 或者我读了第三遍 所以我觉得在小说中间 人物的命运中间 智力行间中间 在又哭又笑中间 在流着眼泪的感叹中间 来体会余华老师描写的时代 和时代中间人物的命运 并且可以映照到我们自己的命运身上 来了我们为自己的命运变得更好 来做出更加好的奋斗和努力 大家看到余华老师的特点 写着让大家流泪的作品 但是他自己过得欢乐的生活 我觉得这有一点点象征 这个象征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其实人生中间 遇到的事情很多事情要流泪的 但是依然我们要在人生中间 不失去欢乐之心 我这个总结还到位的吧 非常到位 其实我们其实在生活中 我们其实我们那个欢乐的时候 要远远多于那个伤心的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欢乐容易被人忘掉 伤心你会记得时间更长 就好比我们在大街上 比如老于我们两个人走在大街上 我们两个人一边说话一边笑 边上也有人一边说话一边笑的走过 我们肯定不会去看 但是有一个两个人一边说话一边哭 我们可能就站住了 要去看他们了 这就是其实在生活中 我们欢乐比悲伤要多得多 所以我们尽量去记住欢乐的东西 然后把悲伤的东西忘掉它 对 如果人生没有悲伤是浅薄的 但是人生一辈子悲伤是悲剧的 所以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有深刻的悲伤 但是要把自己人生过成一个欢乐的岛屿 可以吧 我为什么不去写小说 我怎么觉得我口头上说的时候 比你的小说文笔还要好好啊 我觉得你刚才是显示了你的私人的那个那一面了 他跟西川是同伴同学的 我年轻时候写诗的被西川骂了个狗血领头 说你这样的人能够写诗 我这样的私人就一头撞死了 没有西川是怕看到了威胁他前途的人出现了 果然是 我被西川一打击我就不写诗了 所以西川 西川是一看俞敏红一写诗的话 西川那个时候叫刘军 刘军啊 西川是他的笔名嘛 对啊 还有那个刘军心想 于敏红一写诗 刘军就无法成为西川了 他当时真诚地认为 于敏红写诗是对诗歌界的侮辱 我认为他是感觉到威胁 下次把他叫过来 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被他忽悠了 不过这个忽悠也忽悠得好 如果我真写诗的话 我觉得现在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了 可能 没有 你不会 你显示的话 你现在也在我们北四大国际显著中心 在孟严领导下 不要让我变得 好吧 等我下辈子吧 这辈子是追不上你们了 好 那今天我们 1900 1900 我们是不是顶到2000万再下去 还有70万了 大家赶快把朋友喊上来 买上来的话 这样我们到2000万 这样到后我们今天有个圆满的结局 2000万 2000万 那我们再说什么话 你这样随便说几句废话就2000万了 我看看重启的问题 重启 你把没有念过的问题再念一下 大家去告诉董宇慧一下 让他把那边的人赶过来 这样我们就很快就到2000万 让董宇慧停了 重启你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的 就一般都是大家想影像让您夸夸的 比如说您觉得自己写作有没有天赋 我当然有天赋 余华写作没天赋 那我的写作就被他天赋更强了 天赋当然天赋它是一种发现 因为假如我不去写 我是不知道我有写作的天赋的 但是也可能我有别的天赋 只不过是因为我没去做 拔牙 你都拔了一万颗牙 我拔牙拔得很好 我真的拔牙拔得很好 对 差不多一万颗吧 我拔牙拔得不错 然后我拔牙也拔得不错 然后 你当时拔牙一颗一颗每天拔几十颗牙 什么感觉 我觉得我会坚持不下去 除非我对嘴巴有超级的热 而且对没有牙齿的嘴巴有超级的热 所以我坚持五年以后 但是我在拔牙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写小说了 我没有说说五年以后 白天拔牙 然后五年以后我就换工作了 我就去县文化馆了 所以我就不需要拔牙了 为什么 假如我当时一个工作不是拔牙的话 我可能就不一定写小说 人生就是这样 把你推到一个你特别不喜欢的工作 然后你就一定要去找一个另外的工作 因为我干过五年牙医 然后当我写到牙医的时候 我感觉特别亲切 然后我就把我的信给他了 后来当时出版的时候 很多人都给我一个外号叫我鱼拔牙 当然也有一些独自来问我 我说鱼拔牙是不是你 我说肯定不是我 你想假如鱼拔牙是我的话 我肯定把他写成一个英雄人物了 那不见得 我不会把他写成一个小丑 你把自己内心的平庸的一面放在鱼拔牙身上 鱼拔牙非常的逍遥自在 对他逍遥自在有点像我 就是那个 现在看看有些地方确实还是像我 你说你小时候就到太平街去睡午觉 这是真的吗 真的 你看过那么多死人睡在太平街 你还去睡午觉 我没有见过死人在太平街睡过的 真的 你不是天天从太平街门口走过 怎么会不见到呢 不是他们睡的样子我没有见过 因为我已经逃跑了 然后我去的时候 空着的时候我才进去 但居然不害怕 一般那个时候太平街的人停留时间特别短 不像现在 那个时候因为太平街也没有冰柜 所以夏天那么热 等于是最多一两个小时就运回家去了 就运回家 因为死了人以后马上就搁到太平街 因为不能在床位上 然后马上家里人基本上就是抬着他上船 你看董宇辉让人全部过来了 我们这人是在不断增加 尽管谢谢董宇辉明天给他加工资 你们跟他说 让他再多来点人 明天给他加工资 他加工资的权力在我这儿 别着急 还有14万人就2000万了 你今天冲了一个超级记录 是吗 对 对 个人对谈 从来没有超过2000万人吃过来过 那是因为 冲启你再找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保持发量的 什么保持发量 发量 因为你们在访谈的时候就是这样 然后大家就觉得 你写作肯定很辛苦 怎么保持发量 头发的头发量 对呀 头发量 我我头发 他头发量吗 我不是 头发多 他指的是不是少 你的头发是 这也是一种天赋 这也是一种天赋 这个应该是基因问题 跟你的天赋没啥关系 你不要什么东西都放到天赋上去 好不好 哪有那么多天赋 我年轻的时候头发更多 我年轻的时候 你现在头发确实比我还要多了 我年轻的时候也比你年轻的时候多 不见得 是吗 我年轻时候满头头发像瀑布一样 那是你留长头发吧 短头发 我头发还带有自来卷 这就 两千万 两千万了 鼓掌鼓掌鼓掌 好好好好好好好 冲击聂鼓掌 来来来来 这个我们美女美女结束吧 好的 没事 我觉得已经已经 已经圆满了 是吧 可以了 那我们期待下一次 你新书出来继续对谈 好的 好的 大家赶快买今天的书啊 这个最后最后一分钟 女华老师的书赶快买 或者明天你就只能买 谢谢冬雨辉的支持啊 对 谢谢冬雨辉的支持 给家工资了啊 可以下班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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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雨辉的支持 对 他在他那个平台上 不敢卖你的兄弟 好了 那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一起来来来来 向大家表示感谢 来 关掉 关掉 关了吗 关了 二千万 太厉害了 好了 一十二万